现在是8月3号 我们准备回家咯 先坐地铁 再卷车 回家的路上就不拥挤了 因为是收缠的方向嘛 坐会随便坐 都很空啊 我也是在那边摸的 终于到家了 出事完 最开心的就是 出发第一天 跟回来的这一天 小咪的叫声好大呀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出来了 小咪 这狗心虚的很啊 正打算给他也放一下 发现这个鸡 被他咬死了 那个鸡都臭了 他也是傻呀 狗都拴在那里 吃的喝的都备好了 那个鸡还跑上去让他咬 幸好那个猫 我们给他关在那个屋子里了 没有让猫出来 我都担心那个猫出问题 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 商量了一下 那个狗的话 还是给别人养了 正好这个 也有人要嘛 嗯 这里面有人要 就给他们去养了 主要是怕这个小咪 那猫傻傻的 一定要咬疼了 才知道跑 平时也不知道跑啊什么的 还有时候还 黏上去 只要万一咬一下的话 就完蛋了 只要有一次就够了 是啊 还是有点怕呀 当着我们的面 倒是不会出事 那背着我们的面 就不一样了呢 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在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 我等着我 把狗粮也拿过去 啊